MING PAO TREETY 迪摩托 高爾夫數據 什麼是 smash factor 擊球效率 一看就懂 能幫助你增加距離 試半功倍喔 大家好我是 Eric 歡迎來到Gothshine 慧卿一集高爾夫頻道 想再增加擊球距離嗎 嗯,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距离可说是球友们永恒追求的课题 但要怎么做才能打得更远呢 直觉上,加快挥干速度 就可以让球飞得更远才对 可是,越想用力加速挥干 反而球值越不稳定 失误也跟着变多了 各位球友是否曾经为此困惑过 球打远的动能主要是来自干头的速度没错 但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忽略了 一样打不远 这个关键就是击球效率 那么击球效率是什么呢 以方程式叙述就是球的出速 除以干头速度等于击球效率 那么举个例子 职业选手小麦 他的Driver干头速度时速191公里 干头击中球之后 球以时速287公里飞出去 击球效率就是287除以191 得出1.5 这是世界顶级选手的数据 那么一般球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A球友以时速148公里的干头速度击球 集出时速180公里的球 击球效率等于1.4 预估飞行距离为196 那B球友以141公里的干头速度击球 集出时速211公里的球 击球效率等于1.5 预估飞行距离为211码 从这两个案例可以知道 球干挥得快 不一定比挥得慢达得远 还得击中甜蜜点 才能有效传递能量 挥干不快 但集球效率够好 也有一定的距离水准 集球效率是有上限的哦 事实上 一般的球友 平均集球效率大概1.3左右 职业选手约1.5左右 目前PGA平均集球效率排名第一的是 Tribble Column 数值是1.521 然而高尔夫的集球效率是有其极限的 就是1.56 市面上的球与干头 大多数都是按照国际规则制造 所以在怎么打 集球效率都不会超过1.56 只有可能无限接近哦 集球效率会依干面角度的改变 集球效率随干面角度越大而递减 干头LOFT越大 传递给球的能量在速度方面会越小 而在倒讯方面会越多 同一个人用Driver可以打出1.5的话 拿P杆大概是打出1.1 我也避免讲得太复杂 先具备这样的观点就可以了 我们以提升Driver距离的主轴 继续弹下去 提高集球效率有什么好处呢 集球效率高或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拿打棒球来对照就很容易了解 集球效率差的打者常打出高飞球 内野滚地球 擦棒球 借外球 集球效率高的打者 常打出强劲穿越内野安打 批飞安打 甚至全雷打 各位球友看到这就明白了 集球效率差 不一定表示打击者的挥棒速度慢 而是打出去的球 常不是自己想要的方向球值 要说追求棒球 集球效率的极致代表 就必须提到林木义朗 金氏世界纪录认证 生涯4367只安打的林木义朗 他的定制专用球棒 比一般选手更细 而且职业生涯28年来没有更改过规格哦 他在受访时说明过原因 很多人都以为棒子越粗越好打 我认为球棒粗 只是比较容易碰到球而已 与其用比较粗的棒子 打到不该打的地方而出局 我宁愿用细的棒子挥棒落空 我们把上述两句改成高球语言说说看 很多人都以为越用力打越远 其实用力打是比较大声而已 与其用尽全力挥杆打出欲逼 我宁愿握短轻会打上球岛 棒球与高尔夫之间虽有很多不同 我们可以学习伊朗的智慧与精神 基本动作扎实 就能将集球效率提高 方向性跟球值都会变好 距离也会自然轻松跟着提升 各位球友有空的话 不妨安排做个测试 了解自己的挥杆速度与集球效率 经由专业教练给予指导 相信有助于集球距离的大幅提升哦 希望各位球友在愉悦的心情之下 享受高尔夫的美好时光 各位下的惠星一集 祝大家打球愉快 我们下次见 拜拜